最近李怡童有三部剧播出 合作的还都是知名度很高的男演员 不少网友表示 李怡童这是真的要爆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和灯伦合作的海棠金语胭脂透 开播之后没有打出什么水花 和罗靖合作的赫丽华亭 虽然口碑不错 但是剧方的宣发不够给力 而跟李宪合作的剑王朝开播之后 又遭到了偷播放量的质疑 有网友下出截图 趁自己没有看过剑王朝 平台显示确实已经看到第二集 为此很多被看了剑王朝的网友 开始给这部剧刷一新差评 而除了这件事 剑王朝的其他问题也遭到了差评 比如男主的造型太过辣烟 作品的世界观宏大 但是整部剧的集数并不多 所以有些细节没有办法交代清楚等等 这些剧情上的硬伤 就算兼致是大导演冯小刚也挽救不了 李怡童在出道后 已经担任了很多剧的女主 如果这次连上三部剧也爆不了的话 就不知道下次大爆的机会是什么时候了